他曾被要求当众脱下内衣,出到七年身家过亿,回首往事仍心酸落泪。 每个人的成功背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星当然也不例外,别看他们总是在台前光鲜亮丽的,其实他们为了这些光鲜亮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酸和泪水。 陈巧恩如今可以算得上是娱乐圈中的老明星老前辈了,尽管他很长时间已经不在人前出现了,但是他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名声依然是现在这些流量小花不可以撼动的。 陈巧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与他自身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从一个小角色摸牌滚打到现在的位置,陈巧恩这些年所经历的绝非常人能所能想。 早在他刚出到名气还不那么大时,他曾在一个综艺节目中被要求当众脱掉内衣。 苦于没有什么名声,他也没法反抗只能照做。 不过他后来凭借一步命中注定我爱你爆火,如今早已身家过亿,再也不用受当时那样的侮辱。 和陈巧恩经历非常相似的还有赵丽颖,一个农村出身的小姑娘,在吃人的娱乐圈里怎么能有好日子过。 好不容易凭自己的能力火了一把后,又因为学历和出身的问题被拳往黑,但是好在赵丽颖扛了过来,成为了电视剧的收视女王。 娱乐圈里虽然多的是那些本来就有背景和家世的明星,但是也不乏有后天刻苦努力的草根们。 陈巧恩是,赵丽颖是,王宝强何尝又不是呢? 一个从少林寺里出来的愣头青,却有着一个当明星的愿望。 要是十几年前的王宝强跟你说他想要当明星,恐怕你要笑掉大牙了,毕竟他的确不具有当代明星的外表。 可是耐不住王宝强坑吃苦,硬是把自己搞成了大明星,这样的意义和耐力小编刻真是佩服呢。 不过王宝强虽然在事业上成功了,可是家庭问题上还是有一点小瑕疵,网友们现在可都在为宝强争昏照对象呢。 但是咱们的网友们也不用瞎操心,这么憨厚老师又肯吃苦的宝强还会缺女人喜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